东方明来到了管义之中,向王伯党当面给他姐姐东方夫人提眉。 话说完了之后,意思也表达清楚了,王伯党没说什么,侯军吉在旁边说了。 答应了这事儿。 把王伯党给气一下,王伯党心想什么事儿你就答应了。 东方明一听侯军吉说答应了。 哎,侯将军,您说答应了就算数吗? 王伯党说他说了不算数。 这事儿怎么就他说答应就答应了? 侯军吉说,哎,您听我说。 我说东方将军,这这么回事儿。 您一提这个事儿啊,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。 应该答应。 反正这个事儿吧,您是跟王伯党提。 如果这事您要跟我提呢,那我肯定就答应了。 哎,现在呢,是跟他去呢,我先替他答应着。 他自个儿答不答应啊? 嗯,过后咱们再说。 您再缓缓劲,怎么样? 王伯党瞧了瞧东方明。 东方将军。 昏您大事啊,非通儿戏。 尽管如此呢,你容我再思考一天,明天我再给你回话。 如何? 东方明说,也是。 这事儿不可操作过急。 我把这个话先说到这儿了。 王将军,您再考虑考虑。 王伯党说,就是东方夫人,她也应该斟酌再三啊。 啊,好好好,我把您这话带给她。 好,告辞了。 东方明转身走了。 东方明出去了,王伯党就问侯军吉。 我说,侯军吉,你瞎跟着掺和什么呀你啊? 啊? 什么事儿你先跟我答应了。 侯军吉说,怎么着? 你不答应啊? 啊? 你不答应! 我可告诉你,你就把那东方夫人给得罪了。 你得罪了东方夫人,咱们哥俩在这儿,就步步是坎儿,没个好。 王伯党说,就没个好吧,我也不能随随便便的,我就答应她这门亲事啊。 啊? 这个东方氏是个什么女人? 啊? 她男人刚死了几天? 她这马上就想要跟我拜堂称亲。 这这,哪有这样女人? 那你就罪管了。 你懂得这叫什么吗? 啊? 这叫走了乌鸦,来了英哥,怎么着也不能闲着她这窝。 嗨! 王伯党说,这叫什么话呀? 侯军吉说,她就是这样的女人。 我还跟你说,这事儿你是答应也得答应,不答应也得答应。 就冲着我们两个到这里边卧底,为了破她的红泥关。 这就等于给你送来一个梯子,咱们蹬着就得上。 王伯党说,我要答应了她怎么办,答应了她怎么办。 答应她之后,我看出来了。 这个东方夫人呢,她是着急,要跟你提亲。 你要一同意,她马上就要跟你拜堂。 我敢断言,用不了三五日就得跟你拜堂。 王伯党说,新闻你死了,还没过一期呢。 过一期啊,她现在不想那个。 她更重要的是想着守住红泥关。 她要用你给她支撑门面。 她那边呢,给杨广写道公文。 给你任命个红泥关的总任。 她跟你拜堂成亲之后,又成两口子了。 你就是第二个新闻礼。 这样的话,她什么也不会失去。 如果把红泥关守住。 相反,杨广还会对他们嘉奖。 何乐而不为之啊。 这个东方氏是誓死为我们瓦刚军为敌的女人。 你呢,干脆就给她来个顺水吞舟。 面熟下照理。 你就答应了。 王伯党说,我答应了之后。 如你所说,她要忙着跟我拜堂成亲。 这亲我成不成? 成啊! 娶媳妇,那还不乐意吗? 王伯党说,你跟我说政客的。 就说成亲,娶媳妇。 拜了堂了。 下一步呢? 下一步入洞房啊? 入完洞房呢? 入完洞房你就上房了。 不,嘿! 王伯党说,侯军机呀。 你还会说点人话吗? 我就娶了她了。 嘿嘿嘿,我说七哥呀,我这跟你说个玩笑话。 你跟她也可以拜堂,也可以入洞房,但是等不到上床,她就完了。 嗯,王伯党听到这里眼睛一转。 侯军机,我明白了。 你这意思,借着这个机会,我们就炸开她的红泥棍,迎接咱们的队伍进城。 对呀。 侯军机说,你想想,如果一拜堂,满城喜庆,这东方夫人肯定她也沉溺在喜悦之中。 那个时候,你说什么她都信。 你让她干什么她干什么,因为你成了她男人了。 你得表示对她很喜欢,你很爱她。 让东方夫人堕入你的情网。 然后你就跟她说,说这个红泥棍呢,得严加防守,把防守这差事就交给我。 别人你信不着,你就说我有本事。 我把这个寻城防守的差事接过来之后,你那边拜堂。 让你东方明,就是东方夫人。 他那兄弟,我看了,这小子是整个一棒锤。 他没有什么心眼,让他上下张罗着。 他张罗着,你们那拜堂了。 我呢? 借着寻城之机,我就把城门给他开开了。 在这之前写一封书信,射出去,射到我们大营之中,按照军事事先安排的检信地点。 他们得到这封信,肯定晚上就派兵来了。 我把城门一开,你那边正在洞房里边,这边就进了城了。 啊? 进城之后,一阵厮杀,他们还想活呀。 红一关这不就拿下了吗? 嗯,你说的这可也是个理儿。 何止是个理儿啊? 这是一条计。 这叫什么计? 这叫南美人计。 王国党说,我没听说过。 还有南美人计。 那可不,谁让你长得好啊? 这东方夫人看上你了。 两个人在这商量完了之后,王国党心想,这个事情倒是可行。 不过有一样,侯军机呀,如果说我们的队伍进了城之后,军事要是怪罪我怎么办? 他会不会说我跟敌人的夫人接了亲了? 侯军机说,我给你作证啊。 证明我们两个订的计策,为了破城啊。 好吧,咱就这样。 两个人商量好了。 转过天来,东方明就来了。 东方明来到这里一见王国党候军级。 二位,一夜之间想的怎么样啊? 王国党看了看东方明。 东方将军,哎,我想了一下啊。 其实吧,昨天您把这个事跟我一提,我没有马上答应啊。 我更多的是考虑东方夫人。 我想,新闻李新将军,刚刚去世不久,这个事情是不是操之过急呀? 会不会让别人说三道四啊? 我想的是这个。 如果说东方夫人对这方面无所顾忌的话,我王国党还有什么说的。 东方夫人如此垂青于我,可以说我是诚慌诚恐,求之不得呀。 是这话。 好了! 有您这句话就得了。 哦,这东方明屁股没坐下,转身就出去了。 干嘛呀?给东方夫人送馅去了。 见着东方夫人,把王国党是怎么说的,怎么讲的,跟他这么一学。 东方夫人一听,高兴。 东方夫人说,好吧。 兄弟,这事就这么样。 我马上起草一道公文,派人送往江东。 东方夫人刻不中还,立即提笔,起草一道公文。 起草公文之后,盖上红泥关的公章,派人骑快马奔江都,就把红泥关站前这个情像说出来了。 这个公文是写给隋阳帝的,令府一封家书是给他爹东方成的,让他爹在皇上面前说话。 他知道,他爹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。 连公文再书信派人送走了。 这边送走了。 东方夫人就跟自己兄弟说了。 这个事儿啊,咱还不能耽搁,不是我要操之过急,实是情势所迫,不得已而为之。 必须择吉日,我跟王伯党完婚。 哎,这个吉日,我看就这样吧。 干脆咱就后天,您看如何。 好啊,兄弟,我就听你的,你就跟他说吧。 不过这个事儿要定下来之后,我可就不能再见他了。 再见他,那就在洞房里见了。 哎,对对对对,这个玩意再见面磕头碰面,就不好说话了。 这个事儿就由我从中给您穿针引线。 东方明过来就告诉王伯党,说后天就定为吉期,拜堂成亲。 后天,正是新闻里,死的第七天,没出一期。 把这事儿跟王伯党一说,王伯党当然就答应了。 王伯党答应之后,王伯党跟东方明就说了。 说东方将军啊,这两天,你可要知道, 马刚军那边为什么没有讨的要阵, 因为裴元庆刚死,他们在发丧出兵,全营代孝,所以他没有出兵。 但是我估算这个日子,他不会停的太久。 近日即将出兵讨战。 我们这边呢,要办这件事情。 我们也是为了抓紧时间,全面布访,好迎接敌人,跟他们作战。 现在,日子定了,我们这个城访一定要加紧。 是是是,东方明说,这一定加紧。 我告诉城中这些副将,让他们连夜巡城。 昼夜不停,不行。 我对你们城中这些个副将,我都信不过。 我信得过的只有一个人,就是我带来的这侯军集。 能不能把这件事情交给侯军集办? 后天,我们办喜事的时候,恐怕你得张罗着。 上上下下,你是个总负责的人啊。 对对对,东方明说,当然我得张罗呀。 我姐姐又再出嫁,肯定我得张罗。 是,王布党说,既然你张罗,那么巡城的重任就交给侯军集。 只有他办这个事,我才放心。 我们城里边办喜事,才可以心安理得去做。 好嘞,那就怎么着。 回去,东方明把这事跟东方夫人一讲。 东方夫人申大指,赞美王国党,想得周到想得细致。 你看,我们这要拜堂称心。 他先想到的是城防军事。 东方夫人同意了,东方明马上就带东方夫人传下命令, 告诉城中人,巡城的这个事情交给了新投降的这位侯军集了。 但是他当众可并没说侯军集是新投降的。 就说新来的这位侯将军。 侯军集就把巡城的这个命令接下来了,任务领下来了。 侯军集开始巡城。 侯军集说是巡城啊,后天就要拜堂称心了。 那,转过天第二天的晚上,侯军集就让王国党写好了书信。 把城中情况介绍清楚,绑在箭杆上。 侯军集借着巡城上城墙的机会, 瞅见别人不注意,发出一箭,射往城外。 金庸城马刚军的迎门前面,这件事上去。 侯军集怕一箭他们找不着, 好,接着又发了三箭。 说那么徐茂公那边知不知道这边要放箭, 他们来的时候就早有准备,告诉了。 你们到时候把箭射出来,射到哪个方位, 我们到时候派人去巡查。 那边把这箭拿回去,打给书信一看,内容全明白了。 就告诉他们,等着王不党结婚那天晚上,二更天,城外等候。 侯军集给他们做内应,啰嗦开城。 这一切都联系好了, 侯军集呢,天天摆着一副尽知尽责的样子来,巡查重访。 到了结婚的这一天, 这两天其实就没闲着。 这东方明里里外外上上下下,操办这婚事。 刚出完了病,这就要办喜堂。 那又马上大堂之上,灵堂改成了喜堂了。 张灯结彩,悬红挂绿,正面弄上两个双喜字。 前面摆上天地桌子,这屋子里边到处都充满了喜气洋洋。 临到这天傍晚的时候,红灯蜡烛全都点起来了。 东方明呢,就先把城中这些副将们都通知到了。 说今天晚上东方夫人要结婚,你们务必都到。 这些副将一听心里边都合计。 这咋不得了这是啊? 死的那个尸骨未寒呢,不能在坟地里放出来啊。 那不气死啊? 这怎么着马上就要结婚了? 太急了点吧。 一算日子正好头七。 嘿! 这些副将心想,那就是让来就来吧。 今后我们都是人家的属下呀。 人家他爹那是东方城啊。 当今皇上手底的红人在皇上跟前说一不二啊。 我们总得是听人家的。 所以到了这天晚上了。 哦,到这天晚上城中的这些副将们都来了。 包括有几个小头目齐聚一堂,来到这帅堂之上。 东方夫人和王伯导早已经由东方明安排着各自做好了准备。 先在厕室里边呆着。 这功夫人东方明在前面,他是主婚人,又是正婚人,还是司仪,还是介绍人。 好家伙一身兼述职。 东方明自个儿合计啊。 我得在这头条里说两句啊。 不然的话,大家伙不明白怎么回事。 尽管有的是明白是怎么回事呢,也是一知半解。 所以东方明站在众人前面,跟大伙就说了。 各位,今天,我们红尼关里的各位副将,各位首领,各位校尉, 全都聚集一堂。 今天呢,是我姐姐,东方夫人,啊,大喜的日子。 或许大伙说了,头些日子,我姐夫新闻里刚刚去世。 这怎么事隔几天,又张灯皆彩,要拜堂成亲呢? 这丧事跟喜事是不是离得太近了? 啊? 诸位不知啊,事出有因。 这是情急所迫,只可如此啊。 大家都知道,现在瓦岗军陈兵城外,他们随时都准备攻城。 城中呢,主将阵亡,都剩下我们几个副将。 只剩下我姐姐这东方夫人一个人,执掌这个兵权。 我姐姐呢,又是一个明清理小大义的人。 她甚至啊,她自己并没有正直的官职,名不正,言不顺。 所以我姐姐呢,就相中了。 啊,这个王博党,王将军。 这个王将军是从哪来的呢? 这你们就不用戏斑了,我也不用跟你们说。 啊,事后你们自然一点一点的就都知道了。 反正呢,王将军准备接替我姐夫的那位官职。 那么王将军现在呢,今天晚上也就成了我姐夫了。 大伙一听,这承招口令了。 什么嘛,你姐夫今儿又成你姐夫了啊。 弄一堆姐夫,大伙心想,不死其听都辩别不清了。 呃,王将军成了我姐夫之后,他即将成为红尼馆主帅。 这公文已经给圣上报去了。 啊,这样做呢,这叫一举三得呀。 一个是呢,我姐姐呢,也算有个依靠。 第二个呢,我们红尼关,而众位将士呢,也算有了个首领。 第三个呢,这王将军可以带领着我们,打败瓦岗军,取得大胜。 所以这叫一举三得呀。 这是从我们公事说,从我们大随江山记。 从我们的红尼关上下百姓记。 从我们的红尼关中位将士记。 我是这么讲,要从家庭来说,男大当婚,女大当嫁。 啊,这个娶妻生子,这是人之常理。 啊,那么我姐夫新闻李刚刚去世了的,呃,这个王国党又即将成为我姐夫呢? 这就好像什么呢? 哎,这个东西就好像啊,我怎么比方呢? 嗯,这就好像啊,这个马拉车,这个圆马拉着车。 比如说吧,原来那圆马呢,就是我姐夫新闻李。 原来那车呢,就是我姐。 那个圆马拉着拉着车呢,这圆马死了。 这圆马死了,这车他不能不咕噜了,不能不走了啊。 所以又换了一个圆马。 那么这个圆马呢,就是王国党。 所以她拉着我姐的这车,继续往前走。 要一直走到天涯海角,永无尽头。 这位在这这通说呀。 东方夫人其实在测试里边都听着了,心想说的什么呀这是啊。 啊,把我比成一车了啊。 和这谁嫁缘都拉着我走。 东方夫人也没法说。 东方明在这说完之后,大家伙就都那听着。 接着呢,东方明又说了。 现在呢,这婚礼就开始了。 来,两郎奏约。 说了一声,两郎奏约早已经把鼓乐队吹鼓手都找齐了。 马上奏起了和欢令的曲子。 哎哟,接着就请新郎新娘出堂。 这东方夫人身穿一身大红。 校服刚退下去,就换上了洗衣了。 蒙着盖头布。 这个王伯唐呢,身上穿一身月白段子的剑衣,腰中扎了大袋。 石子配红。 胸前一朵大红花,是红绸子记的。 王伯唐也出来了。 这东方明当中给主婚,在天地桌前两人,一拜天,二拜地,夫妻对拜。 然后吩咐送入洞房。 这两人送入洞房。 这个新娘子按照当时的这规矩是不能陪着大伙各桌饮酒的。 顶着盖头布啊,得在那洞房里边做账,等着新郎回去。 所以新娘子呢,到了里面之后,坐在床檐上顶着盖头布,就等着王伯唐了。 王伯唐在这儿呢,前面摄摆酒席,大家伙喝喜酒啊,推杯换盏,王伯唐挨捉着都得跟大伙敬酒。 东方明对着城中这些将士们都熟悉,挨捉着给王伯唐介绍。 所以这些个副将们呢,大家都奇怪,说这王伯唐哪来的? 有的副将知道啊,有的副将就说了王伯唐。 这王伯唐,我听说这瓦钢军里边有个王伯唐啊。 假的楼四十六游里边有个永三郎王,永王伯唐啊。 哎,不对不对,不是那个。 那个哪能上咱们这儿来啊,话又说过来,就是那个王伯唐的话要来了,咱们夫人也不能嫁给他啊,是不是? 咱们敌对的仇人啊,哎,对啊,对对对对。 所以大家伙都在五里云雾之中莫名其妙。 王伯唐走立圈,敬完了酒了,王伯唐转身就来到洞房之内了。 到在洞房之内,伸手把这个盖头布啪往前一挑。 东方夫人一看见王伯唐就站在自己的面前。 这只可以说,相塞代孝,性眼的韩情啊,整个就沉醉于一种幸福之中。 恰在此时,就听见外边是一阵打乱。 不符合。 不符合。 不符合。